工作模拟打游戏 欢迎来到玩游戏 我是CP 12 Square Enix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Final Fantasy Dragon Quest Kingdom Heart 这一些大IP 然而在这么多IP中 有一部系列有着不少的粉丝 小编也是其中之一 它就是Mana 圣剑传说系列 我还记得玩的第一款 是PS1的Legend of Mana 像是有胖胖的兔子商人 帮忙洗热剂的仙人掌 而如今也迎来了系列的最新作品 小编提前试玩了Vision of Mana 相比起Demo是从中间开始 试玩的是从头开始的 总共玩了4个小时 来看看小编都玩到了什么吧 游戏的故事就像系列其他作品一样 也有颗Mana之树 玩家的最终目标也是围绕着这一棵树 在Vision of Mana中 玩家将踏上一段冒险旅程 被选中的各元素圣子 将到达Mana之树 以稳定能量流动 阻止威胁世界的重大灾难 故事上就是一个较为网道的旅程 在每个村子中 结识不同元素的圣子 平安到达Mana之树 虽然已经是个有着20年的IP了 游戏仍然确保了所有该系列的独特元素 都在这款星座中 尤其是围绕Mana之树概念的故事 同时也保留了圣剑传说系列一贯的风格 像是游戏的色彩丰富 充满童话般的幻想感 每个区区都散发出一种 神经式的幻想童话氛围 游戏的幻想世界设定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仿佛让我回到了第一次玩FF9的感觉 在故事里还能看到各种圣剑传说的老熟人和小怪 像是极强物拉比鼠 听不懂他说什么的幻熊 玩着玩着童年回忆都回来了 谈到游戏玩法 圣剑传说系列的玩法上 一直有一个让现代玩家不习惯的操作 可惜的是 这种元素在VishoMana中仍然存在 主要是与战斗上的感觉有关 系统本身其实很有趣 比如说每个角色可以根据使用的元素容器 解锁新职业 增强了独特的风格 还有非常灵活的技能系统等等 但战斗上仍然感觉相当僵硬 这种感觉在Trio of Mana也能感受到 不过如果你是习惯了 圣剑传说系列玩法的老玩家 那么这个星座肯定让你更满意 而游戏还有几个独特的系统 包括那些围绕在元素展开的系统 VishoMana整体的玩法与前作相似 玩家可以组建三人小队 并在探索或战斗时随时切换 除了有元素容器之外 每个角色也有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 比如说Karina战斗时 总会有神兽人口协助战斗 游戏中灵活的技能系统 能像换装备一样 因此你可以为每个角色构建多种 不同的战斗风格 重点是还提供了技能快捷键 让玩家更方便按 此外游戏还有一些特殊的元素 如月亮和木元素 比起只有火和水等常规元素 多了一些不同 除了战斗本身感觉仍然有点僵硬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玩家的游戏体验 4万里也遇到了一只大boss 也就是这只螳螂 不过还在初期 所以就不会很难打 接着撇开战斗不谈 游戏还有各种有趣的系统 让玩家体验 尤其是在探索世界时 只能说Visual Mana是一款非常美丽的游戏 不只是在画质上 还包括了他们设计出来的生动世界 每进入到新区一时 总会花很多的时间四处游荡 直接也有很多 有时间也能停下来欣赏风景 在画风上可以说是个很轻松很秀的游戏 玩家有着很高的自由性 像是有双跳和空中充斥的动作 甚至还能跳进水里游泳 还可以利用元素力量相当的有趣 玩家可以寻找材料 宝箱和糖浆 收集来的糖浆可以在Damban那里兑换一些物品 而且这些收集品的位置 也经过了精心调整 材料可以简单的找到 宝箱通常常在很深处 而糖浆有时会在很难到达的地方 迫使玩家需要进行一些平台跳跃 整体上这些物品的放置 提升了游戏的乐趣 让玩家到处跑 尽管游戏没有设计成开放世界 但Visual Mana拥有一个很好的地图 可以感受到一个广阔的区域等待着探索 但又不会因为过于空洞而感到无聊 最后只能说Visual Mana拥有着一个很美的世界设计 而且经典的圣剑传说系列的故事概念 和艺术风格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游戏中还有各种独特的功能和系统 让人越玩越上瘾 而Visual Mana将在2024年8月29日 登陆PC、Xbox Series S、PS4和PS5的平台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先把游戏放进冤枉清单 还有demo试玩版让玩家过过瘾哦 最后的最后还是想问问玩家 你玩过哪一款圣剑传说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针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啦 这里是CP小编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